营业部門的評價裡面 利益損失我都可以承認呢 你總知道常常問 為什麼還要這樣做規定呢 因為你能夠知道 未來你在做很多交易的判斷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你該怎麼做 我不要直接告訴你說 你就要這樣做 就要那樣做 我要告訴你為什麼 你要去思考 你要去想 你要知道它的邏輯 你才能夠判斷 很多東西呢 我現在告訴你的東西 我希望以後你能夠活用 我不是說誒 課本上面面講這麼多耶 它只告訴我體力部門要評價 評價的損失利益就可以承認啊 為什麼它損失利益就可以承認 你不知道耶 那換到別的地方的時候 你又不知道為什麼它可不可以這樣做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為什麼 所以當你發生很多的不同的情況的時候 你才能夠判斷你該怎麼處理 為什麼在庭業單位之下的 會實現的評價利益 可以承認 是怎麼樣呢 可以 都跑掉了 好 好 好 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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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些人反應的會讓我覺得比較有一點沮喪 因為我想每一個老師其實都非常盡心 經歷在為他的課程努力 但是同學的意見老師一定會很認真的去審視 然後也想怎樣去調整 讓大家的學習效果是最好的 所以我只是跟他來講到說 之前每次看到焦點印線的時候 旁邊就說這門課沒有讓我有什麼 沒有讓我有什麼引發我去思考 我好像是稍微經歷過 你就要這樣子 你就要那樣子 因為通常我經常會思考 然後我就說好 為什麼要這樣呢 我可以去講答案了 那你聽完之後 唉唉唉唉唉 我要來 好 那我自己 那如果我要一直問大家問題 你們不是一個人這樣 好 那我現在界定往生的課呢 但我教這個會計的技巧之外 其實我更重要 而且想讓大家有會計的指使 因為有這樣的根基 未來你在做很多的這個交易的判斷 你才有更多的一個依據來做判斷 所以就靈恒上半夜 沒關係 就問你為什麼 為什麼 好 依者你可以想一下一下 好 好 你可以想一下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停業單位的 未實現的評價利益 我可以承認 但是不是停業單位 大部分的資產未評價的利益 是不能承認的 損失是一定要承認的 根據我們的審慎性原則 或者叫穩堅原則 只要有利益 有損失 只要估計的就要承認 但是利益就不一樣 那為什麼 停業單位的評價利益 我可以承認 為什麼 任何一點 太好了 是不是因為就是 那會計的角色就是繼續經營 但是這個停業就是不停止 好 繼續經營是指整個財務報表裡面的 所以財務報表裡面的 尤其是資產負債表裡面的科目 它的金額我們都是在那個繼續營業去報導 所以我們不是這個房子 如果我現在跳樓大開賣賣多少錢 所以它不是用停業 用到停業就是清算的價格來表達 主要我覺得繼續營業單位 繼續營業假設 主要是針對資產負債表 它的表達方式 主要是針對 尤其是像固定資產的部分 或是你站在什麼 會繼續經營 所以我不會用新一段價格去表達 這句話 好 好像我們大家想超過的 其實你能想這邊也很棒 也很棒 這麼棒 這個問題 你有沒有想到 你不要跟徐家壘講說 我都聽不懂 沒有什麼漢堡的意思 一個很簡單的原因 是停業單位 我就即將要副分掉了 我可能在一年或者是一年多一點點 意思是什麼 我在短期之內就會把它除分掉 所以它發生的平價利益 是很有可能會真正實現的利益 為什麼我的固定資產 我的可回就這個高於賬金價值我不承認 因為什麼 因為固定資產我沒有要賣嘛 我沒有要賣這個賺我會去賺嗎 不會不會實現我就不會去承認 那是因為停業單位 我很短的時間之內就會把它賣掉了 所以它的利益是不是會實現 會實現的可能性非常的高 所以我的評價利益是可以承認的 這樣聽懂嗎 好 所以什麼情況之下資產高於 資產的公民價值高於賬金價值 我可以承認什麼情況之下不可以承認 就在於你的實踐的時間長遠 這個觀念很重要喔 因為未來我們的有價證券 甚至我們待會往下講的也會有 好 我的有價證券很快要賣掉的 期末如果造面價值低於這個公民價值 我可以承認 未實現利益 因為我很快要賣掉 這個利益是可能實現的 很可能會實現的 如果這個呢 我沒有很快要賣掉 這個利益不會很快實現 我就不能承認 好 所以待會兒我們會往下看的時候 也會再講到這一個概念出來 好 所以這個評價損益 好 損益 我不是寫評價損失而已喔 所以這些都是損益 損失利益都可以承認 前面兩個是已經真正發生 已經實現了 這個是很有實現的 但是因為預期很快就會實現 所以它損失利益都可以承認 好 那我們的報導方式分成這三個 那有些書上呢 有沒有想說 好了 寫這麼長 有些書的我們知道啊 這兩個合在一起 評價與主分損益 當然也是稅後 好 所以我們也就把這兩個合起來 變成評價與主分損益的一個金額來報導也可以 好 但是你要不跟它寫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 好 這樣看得懂嗎 就說有些書上面呢 我有書上會寫說 你可以寫評價 評價 評價損益 然後再來是另外一個報導呢 是評價與主分損益 那你把它寫成三個 當然也可以 好 所以這個是停業單位 所以你要先搞清楚 我停業單位怎麼報導 我不能像前面一樣 它的消貨金額減掉 消貨成本 然後再得到消貨毛利 再減掉一頁費用 得到一頁金額 沒有這麼麻煩 你就把它根成這三倍 或者是把它根成這兩倍 對不對 就可以 好 所以 最後才會得到什麼 本期順利 好 所以你要記得 最後才得到本期損益 好 當然你是本期損失就損失 本期盡力就盡力 然後我們剛剛講到 我們在損益表裡面 要揭露每股盈餘 對不對 如果你有停業單位 所以這個才得到本期損益喔 好 所以我報導的時候 算EPS的時候 我就要把它分出 我的每股盈餘在計算上面 一個 繼續營業單位 每股盈餘 營業單位 每股盈餘 最後才得到本期損益的每股盈餘 意思是什麼 如果我有這樣的一個 那個理解的話 我在報導我的每股盈餘的時候 不是直接算拿這個金額去出我的 加權平均流通在位補付就好了 可是我報導的時候 就要分出 繼續營業單位的每股盈餘是多少 它最後得到本期損益的每股盈餘是多少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寫? 為什麼要這樣子寫? 意思是說 如果我的損益表裡頭到這裡為止 我到最後我要做每股盈餘的接漏 繼續營業單位 中陣植蟹是多少 即便營業單位 在最後才是本期的 我可以選擇 選擇 假設我的損失 我是提議單位的 整個份量是損失的 最後 隨便 我不知道最後的 我可能每股營業市場 跟每股損失 你可能是損失 支付的也可能 所以當我在報導的時候 我必須 每股營業的時候 要分出去 提業單位 的每股營業 然後就要得到 本期所要的每股營業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這樣子寫呢 這個理由我們也講過了 所以它不是很多為什麼 很多的為什麼 別人都只有一個 所以我現在問了為什麼 也不是現在才產生的答案 是之前就已經有的 為什麼要這樣寫 紅紅 非常 不是西濃 為什麼 也是剛剛講過 為什麼 不是西濃 不是西濃 為什麼 不是西濃 沒有 可以 問西濃 Cry 不是西濃 相承 就是西濃 從西濃 看這個 相承 好 李亚晨 你喜歡嗎 你喜歡嗎 你喜歡 有你當作的天堡 打開死了 不見的信 不見的 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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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我要做未來的財務預測啊 我現在做財務預測 我可以拿一大杯的東西來算 來預測 我也可以很簡單 我想不要很快做的去預測 好 今年要賺多少錢 好 所以假設沒有太大的 其他的原因發生的話 那今年應該 明年應該可以賺多少錢 就這樣啊 為什麼要這樣子寫 當然目的就是 因為我要做財務預測的時候 我當時強調 我要根據繼續營業單位 因為繼續營業單位是什麼 明年還會再發生啊 所以很簡單 為什麼要這樣寫 因為我要做什麼 未來的預測啊 方便 我很清楚抓到我的數值 去做未來的預測 所以為什麼 我們不要偏 單戰式的損益表 單戰式損益表 我只知道最後知道我賺多少錢 或我明年是誰是去賺這麼多錢 我不知道呢 因為裡面 我不知道哪些是經常性會發生的 哪些是不常發生的 如果偏單戰式損益表 只有這個缺點 我只知道今年賺多少 可是我沒有辦法從今年賺多少去預估 未來會賺多少 所以我為什麼要偏多戰式的人 那我的美股盈利的揭露也是一樣啊 因為我說損益 我的報表 請你記得報表 不是很單純 只是把資料匯總出來 在我的報表裡面 就這樣工作回數 錯了 我一直在講 你要當一個有價值的員工 你就是要從報表出來之後 你去解讀它 因為報表 我說了喔 會計系統都可以做的事情了 現在會計系統是 你只要把交易記錄丟進去 其他東西它都一貫 好了 什麼分類帳啊 水利表啊 資產負債表啊 信金的表 你只要系統設定好了 它這個資料輸進去 你基本就幫你討論 它本根本不要你邊 好 所以我說了 你要當一個有價值的 或者是呢 你能夠對公司 真正有貢獻的員工 是從 你能夠從報表裡頭 做出什麼東西的 這才是 這是基金沒有辦法幫你做的 電腦沒辦法幫你做的 電腦可以可能 根據你的設定值 挑出異常的 可是為什麼它是異常 這異常是什麼原因產生的 你怎麼去解決它 就不是電腦可以告訴你的 這就是人的價值 要不然你說以後都是電腦就好了 好 所以 想到這裡為止 都是 為什麼 一直在強調 所以我今天講的幾個觀念 其實都一再重複 一再重複 然後到處理說 這個報表 重點是在你怎麼解讀它 好 DH是一個 那你要解讀之前 你要知道這個報表怎麼來的 所以你說 那我們都既然機器都可以做 我們為什麼事情要學那麼多塊錢 你不知道 不知所以然怎麼去解讀它呢 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知道它後面會有什麼影響 所以你還是要知道 你還是要去做這個很基本功 那你做了這個基本功的時候 你後面可能會去 看讀這個爆表的過程怎麼產生的 未來會產生什麼影響 所以一定是要這樣的一個過程來的 好 休息五分鐘好了 有人已經撐不住了 好 現在三十零分鐘 新年半 休息五分鐘好 休息五分鐘好 休息五分鐘 休息五分鐘 休息五分鐘